要當小魚嗎 好要當小魚 給小朋友丟球 化身孩子王 還說故事 賴清德道士大運選手村 社會住宅視察 當然趁這個機會丟牛肉 我支持神經人院長 在今天行政院通過的政策 第二個呢 我會擴大 清安的住宅優惠貸款 未來我們金額會擴大到一千萬 七年貸款利息不住 再加一碼0.25之後 就變成0.375 另外設宅 蔡英文總統八年任期 完工或動工的十二萬戶 未來八年要增加十三萬 一共二十五萬戶 包租貸款同樣二十五萬戶 加上租金補貼戶數 也將增加到五十萬戶 目標一百萬戶 民進黨執政了七年 黑金低薪高房價 從來沒有打房 就像打債一樣都在打假的 在這個時候推出來 賴主席也自己說過一句話 房價在漲 這不是瞎話嗎 只是對手侯友宜不時批賴清德的 居住正義 就連賴清德投書外媒 闡述和平四支柱 強調務實一致的兩岸政策 內容了無心意 他所選擇的還是蔡英文的路線 那是一個瀕臨戰爭的風險路線 尤其他的四大自治的根基 他是建構在務實的台獨上 我相信這樣子台灣很快就倒塌了 副總統怎麼看侯友宜 拼你的兩岸政策了無心意 戰場拉回藍綠 而強選票也要放在年輕族群上 最新社群軟體政治人物 跟風跟起來 賴清德 侯友宜 就連郭台銘都辦了新帳號 而柯文哲更是很強說這裡應該就沒網軍吧 藍綠白街 濃濃火藥味 TVBS的董明浩 吳慧 離職和愛心小組台北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